这个还是要学习 所以学习永远在路上 好 非常感谢刘校长 下面我们要请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老师 张燕生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题目是 中国外贸艰难中寻求出路 因为刚才根据我们财经智库的这个信心指数来看 这个外需这一块事实上大家信心还是不足 好 有请张老师 今天呢 我还以为讲今年 没想到大家讲的都是几十年 几百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突然发现 我怎么就只讲今年呢 是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确确实实 我觉得这个刚才讲范式的变化 底层的变化 逻辑的变化 确确实实 世界和中国真的是变了 那么真的是变了 对于今年的世界经济呢 首先来讲那个邵远部长的观点 我都特别的同意 讲得非常精彩 讲得非常精彩 我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今年更艰难 今年更艰难 比去年 比前年 比大前年 肯定是更艰难 第二句话呢 就是今年呢 很难 但是有韧性 我的话呢 就叫做 好 好不到哪去 坏 坏不到哪去 有韧性 因此呢 因此呢 刚才啊 就是我们的刘校长啊 和我们其他嘉宾讲的 是吧 都是底层的逻辑 是吧 他不一定反映在今年 是吧 那么今年呢 我觉得就是 难 就更难 但是坏 坏不到哪去 是吧 那么为什么坏 坏不到哪去呢 我就讲了 有五个因素 使这个世界啊 还没有到最坏的那个时间点 第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坏不到哪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今年欧元区正增长0.7 俄罗斯正增长0.3 是吧 原来呢 人们认为今年俄罗斯是负的2.3 MF今年一月的预测正的0.3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这个对俄罗斯的十轮的制裁啊等等 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那个通胀啊 从供给侧没有失控 是吧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从这五个因素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中美宏观政策不同步 宏观政策不同步 协方差为负 才是对冲风险最好的一种状态 是吧 两个大国 第三个呢 就是供应链的韧性 第四个呢 就是全球化转向分散化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革命 数字革命 绿色革命和能源革命 是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呢 就是去年的外贸怎么看 对吧 那么去年的外贸怎么看呢 首先来讲呢 去年一般贸易的出口增长15.4 是吧 那么加工贸易的出口去年是1.1 一般贸易的进口是6.7 加工贸易的进口是负的3.2 什么概念呢 台港澳加工贸易企业非常困难 伴随我们40年改革开放的台港澳企业呀 我心里都在想 过去40年呢 民企在转型 国企在转型 外企在转型 为什么来华投资的台商 却是几十年一贯制 是吧 所以看到以后呢 我心里头还是非常非常担心 他们的前景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从贸易伙伴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贸易伙伴 危机前和去年 出口伙伴 危机前和去年 我把它这个数字列到这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仍然是我们的第一大出口伙伴 对吧 但是美国的出口比重 东盟的出口比重 欧盟的出口比重 这三大出口伙伴 比重非常接近 对吗 因此呢 那个韧性就体现在 东方不亮 西方亮 是吧 他们之间呢 会有一个 一个对冲的关系 那么从主体 贸易的主体看 那么外资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外资的出口的话呢 我上面应该有 后面有一张表 我们看看它 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的出口去年呢 也有比重是31.2 然后增长率是0.4 进口是35.05 比这个增长率是负的 3.5 外资 在走 已经从半壁江山下降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因此我的问题就是 民企的出口 比重59.36 将近60 增长率17.2 非常强劲 那我的问题就是 没有同盟军的民营出口 能走多远 我们知道外资啊 往往是我们的同盟军 是我们的民企进步的榜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有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 稳外贸 稳外资 事关我们未来发展的全局 那么现在就设计了怎么稳 怎么稳 国企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国企的出口是7.9 比重 那就说明 参与国际竞争 主体主角不是国企 是民企 对吗 因为你还不到8 比重 而民企将近6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企呢 它的进口的比重是 26.93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呢 也就是国企的贸易公司的主角 是进口 粮食的进口 煤炭的进口 石油的进口 铁矿石的进口 因此呢 它是保障 它是保障出击产品安全 供应链安全 和你的国家经济的安全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从外贸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些主体的变化呀 也就是有一些中长期的隐患 那么第一个隐患 就是出口订单转移 恐怕是一个大区 社区 跟安全相关的贸易 基本上是 以中国为中心 没有美国含量 以美国为中心 没有中国含量 两个平行的贸易和产业体系 以安全不相关的 那么企业就要做悬横 是在中国生产 中国投资 中国生产 中国销售 还是在国外生产 然后把东西卖给中国 也就是中国未来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是一个关键技术撤出去 关键的人才撤出去 关键的零部件撤出去 最后剩下一个大市场 成为一个商品的销售地 还是一个未来 还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 还是在脱钩和挂钩的 较量中间 如何能够形成 挂钩不脱钩的深度合作 那么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数据 2021年 中国企业通过S9000 S9000的质量认定的企业 有超过42万家 占全球42% 印度只有3.65万家 美国只有2.55万家 也就是我们过去40年 我们用离岸制造 在岸制造 全球制造 也就是打拼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和全产营链 和去年的创新强度 超过OECD平均水平 这么一种发展的基础 未来呢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刚才各位老师讲的范式很重要 是吧 那么今年的外贸就不讲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今后的外贸怎么办 今后的外资 稳外资 稳外贸 应该怎么走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未来呢 也就是 我这地方想考虑就是 第一 贸易的数字化和产业的数字化 第二个呢 把握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机遇 第三个呢 形成研发技术资讯 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 全球定制外包合作体系 然后第四个呢 和安全相关的贸易领域 加强深度合作 利益交织 以安全不相关的贸易投资的领域 发展双边 多边和区域合作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进入 美国要 回岸制造 离岸制造 有岸制造 那么我们就像 专进这个 也就是我们进入美国的 回岸制造 有岸制造 禁岸制造 建立我们的 全球 构建 全球供应链的合作 枢纽和节点 也就是 极端分子要脱钩 我们就要挂钩 对吧 挂钩呢 也就是只有靠市场的力量 推动挂钩 靠企业的力量 推动挂钩 靠地方的力量 推动挂钩 而不能像过去那样 对吧 要想靠多边体系 很难 要想靠区域化 很难 要想靠这个双边 和这个多边的 驻边的政府间协议 很难 难就难在 逢中必反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们 确确实实是在一个 刚才各位老师讲的 范式逻辑 和这种底层的这种东西 确实变了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 坏 坏不到哪去 好 也好不到哪去 关键在我 关键在自己 挂钩不脱钩 合作不对抗 开放不封闭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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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老师 燕山老师是让强调的 还是今年 是让确实很难 但是有韧性 但是我感觉 我还想问你 你刚才说 现在世界没有到最坏的时间点 那你想象最坏又是什么呢 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是你认为最坏的时间点 最坏的时间点 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 未来的世界 未来的世界是越来越像一战前 还是越来越像二战前 对吗 那么也有人说 如果像一战前 如何能够形成一个硬约束机制 无论什么情况 也不能走向战争 无论是中美的直接冲突 还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是吧 也就是这个战略定力啊 也就是要 我叫应约束 就没有道理 不允许这么做 对吧 也就是毛泽东当年呢 他说了一句话 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让年轻人做决策 他的年轻人是邓小平 后来邓小平呢 也说了一句话 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让年轻人做这个决策 我们现在 我们这一代人 也应该说同样的话 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让年轻人决策 如果我们少远部长研究啊 说 昭远 对不起 昭远 我永远叫不准他的名字 你是要了命 2035年 中国超过美国 有可能吧 2035年 有可能 规模上 不不不 数字上 还是我来讲 2035年 中国超过美国 2035年开始 是中美两个大国 占百年博弈的开始 是吧 最少最少 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重大的这些问题 交给年轻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就不问了 那个 非常感谢燕生老师 那个 虽然我又保留 那个 最后一位 我们是